大家好 呃我们主办单位公司治理专业人员协会的马国助理事长 还有我们经济部呃陈文森专次长 还有在座各位的呃教授啊尊敬的客户呃大家还有我们线上的这个嘉宾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我想呃今天真的呃非常感谢哦在这个疫情期间哦大家还能拨拢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研讨会哦那原本的研讨会形式本来是要用实体的方式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哦考量大家的健康我们把它改成现场跟这个线上混合的方式哦那也因为这个行防疫的这个要求哦那也请大家多多的包含 那再次也谢谢我们共同主办单位哦公司治理专业人员协会还有我们的呃原造出版社哦来共同来促成这一次的一个研讨会哦那我想今天天气大家都感觉到有点炎热哦那也因为这个天气地球越来越热的关系哦从COP26之后呢大家有一个使命哦就是要让地球降温1.5个1.5度C哦那我想这个1.5度C呢过去 过去的努力呢可能还不大够哦所以整个全球的各国的这个呃监理机构环保组织呢都不断的在倡议哦我想大家对这个减碳这个议题上面要更加的投入更加的努力啦哦那呃也因为如此呃过去运用这个道德劝说运用呃主动的一个倡议的方式呢对减碳的这个这个呃措施呢可能力道不够哦 那逐渐的大家会发现碳呈现一个有价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最近我们的这个欧盟呢 也在讨论C-Band 那应该这两天我们的欧盟的这个 欧盟的这个草案呢 应该已经通过 那这个草案呢 可能会把原来的范围稍微扩大一点点 那除了欧盟之外呢 其实各国也不断的在探讨这个碳税 或是碳费的议题 包含台湾 所以呢这个碳有价化这个制度呢 会形成让各个业界 有一定程度的压力 那也因为未来的这个碳呢 可能会产生相当的一个财务影响 所以呢 这个从基础工程上面 未来可能各个企业都必须要做好碳的盘查 那除了盘查之外 可能还要做验证 才能来配套接轨这个碳的一个有价制度 那因为这个会影响各个公司各个企业的财务绩效 所以它的揭露也相形的更重要 所以这个从盘查验证揭露到这个碳税碳费的一个寄收等等 都是一个未来严肃的一个议题 那我想ESG的一个推动需要各界 各界的一个相互的一个支持 大家共同的努力 所以今天也非常非常欣慰 那各界一起来努力推动这个促成这个ESG 这个永续的一个蓝图 那待会我想今天的议程非常的精彩 那是容我来跟各位介绍 来跟报告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议程 那待会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经济部政务次长 曾文森曾次长来跟我们勉励 来跟大家勉励分享一下主管机关最近期的一个 政策上面的一个思维 以及我们业界要如何来配合推动一个ESG的一个推导 那另外呢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我们邀请到这个VRF 就是这个Value Reporting Foundation的一个Chief Officer Jonathan 他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在IFAS 大家知道COP26之后呢 这个IFAS Foundation下辖的一个ISSB这个机构呢 未来将会整合过去全球各个ESG倡议组织的一个报导框架 那我想在座各位可能不见得都是财快人员 我稍微介绍一下 目前IFAS呢 是我们会计准则的一个权威机构 全球166个国家里面 大概有144个国家都是采用这个IFAS 国际会计准则 那也因为在过去几年呢 我们发现国际上太多的这个专业组织 就是在倡议这个ESG的一个报导框架 那我想国际监理官看到这个趋势之后呢 也把这个报导框架做一个整合 所以设立一个ISSB这个永续准则委员会 把这个影响企业最重要的投资人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关键揭露的讯息 把它做一个整合 未来各个企业就会依循这个报导框架来做一个揭露 我想这个是对于说未来资本市场上面 尤其是以投资人的角度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会由Jonathan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会由KPMG的黄振宗总经理呢 来跟大家分享ESG最新的国际趋势浪潮 以及我们公司治理人员从公司的角度策略面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事 那另外呢我们马国柱快递师呢 马国柱理事长也会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永续资讯揭露框架下公司治理人员的一个责任 那马律师长呢我想内容非常精彩 里面会探讨这个包含探权如何产生 甚至呢特斯拉因为这个探权交易 大概赚了多少钱 那包含探权的一个会计处理 以及公司治理人员呢 在这个议题之下所需要思考的一个面向 那接下来呢 我们邀请到我们连电的简总经理 还有我们台大的曾婉如教授 那跟我们分享连电公司呢 在ESG推导的这个进程上面呢 用六大故事主轴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 那下半场呢 我们邀请到这个欧莱德的总经理 还有我们这个邵庆平教授 台大台湾大学的这个邵庆平教授 来分享欧莱德在ESG上面的一个心路历程 那我想欧莱德大家都知道是这个ESG推导上面呢 非常优秀的一个中小企业 那最后呢 会由这个许耀明教授 我们政治大学的许耀明教授 来跟大家分享碳盘查机制下的一个法治形式 那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未来碳是一个有价化的一个趋势 那也因为未来可能会收碳税碳费 所以我们的基础工程上面呢 一定要把碳的盘查先做好 那除了盘查之外 可能还要做一个验证 所以目前国内温管法的现有框架之下 我们目前国内允许的碳的一个查验证机构 可能只有七大国际机构 那如何因应这个未来 普遍的一个碳盘查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部分法治上面 目前政府也在做一个思考跟一个修法的一个推动 我想今天的议程非常的精彩 那也希望今天的各位听众可以有一个圆满的一个收获 那也希望今天的研讨会呢 可以圆满顺利成功 那也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